那不過G2在這樣的 奔平下週首選來了雅寧 沒問題 版本的角色 而且這隻角色其實不只是Caps會玩喔 其實Brokenman他也會玩喔 歐羅拉開出來了 雖然玩的比較少但是 哎呦 牙柱秒鎖 牙家兄弟滑起來 牙嫌起來 那誰上路誰中路還不好說 而且確實如果擺牙柱去中路的話 史茂德斯比打雅寧更不好受的 對 就是我覺得以對位上面來講 確實兩個人在 對到這兩隻就是左邊的這兩個牙齒兄弟 其實感覺怎麼換都是 蠻優勢的欸 怎麼打都是蠻優勢的喔 那這部瑞空雖然拿是拿到了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上中的對線怎麼辦的 OK 你每一條線路都是劣勢的 打了兩千滴過來 先蹲人 結果現在要來接團 這波雙界合一接一波的鬼靈珠往前拍 但是這波反而是綁上去的 Karok被秒了 不過亞克也殘血挺盔頭飛過來 可以接你的普攻 沒辦法就是亞克他是沒辦法先落位的 是 那視野找到的時候 其實G2已經來不及了 這條小龍還是在八分 接近九分鐘的時候給到PNG 不過Micky暈兩個 騎兩個上面的Karok 在河道開啟了鬼靈珠喔 庫瑞選擇把RW全部灌在了對方 輔助Micky的身上 人頭交給他的 哇 這波的佩可 但後續還在打 沒閃現了 成功利用這波 一波的技能打出Karok的閃現 小龍是被對方給控到了 但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自己在爭奪蟲子其實是更輕鬆的 哇 那Wiser 現在已經被一隻滑 一隻滑 一隻滑 換掉了不少的血量 那後面趕過來支援的Karok 反而做了亞克跟Micky的起火目標 知道你沒下來 此能風暴再吸回來 利用自己的日文護盾稍微再扛一下 所以這次Wiser開了一波的雙結合一 幫助自己在打野扛一下 但身上的火焰還在躺 Karok剩下最後一滴 這波交了閃現之後 再配合Micky一波的閃現桶 奪命氣息奪了過來 讓Broken Blade也斬下了一個人頭 血量好 先換到一個殘血喔 而且還利用這一波的六重優勢 直接把一個鋼板還有四層護甲的塔拔掉了 對 那冒凱這邊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他玩的是 有點沒有上心啊 因為他自己有這個術精可以丟的話 其實不用用臉看草叢的 那有點急了一些喔 不夠謹慎 對 哇 這波閃現桶回來 來看一下這座首塔的前三個人分 哇 那對於PNG這邊 從合到的鐘上面擠過來 PNG拿到小龍 但是還三個選擇用開華靈 羨慕的環術來留人 Karok開了自己的鬼靈之后 想要來爭取一波逃跑的時間點 但反而被吸了回來 Karok被奪命氣息給跟上 這波三個人的夾擊讓 Broken Blade 一刀鋼鐵暴血斬下人頭 可是你也會因為前排彈度不夠 你可能被擊火被秒 就是會直接被秒殺囉 現在是把對方加當成自己加在逛 對 這三灘 你吃一個小龍三灘全沒了 但後面有一個落背TP 這是Wiser的TP 但Caps也有TP喔 有機會來打 此前閃現魅惑硬蓋蓋的是Yike 全部人衝了上來再一波的閃榜人頭 交給了Titan 這時候還有一波時髦的大絕 來 稍微 然後左邊能夠擊飛 其實 如果瑞爾直接開到人的話 是可以直接被打的 讓Wiser回頭關了三個人 之後再配合的是Koury的進場 這一波其實 沒回到非常多的人 但反吸這一波是先把奪命氣息 開了出來將Koury給秒殺 Broken Blade還能閃現出場 第四發的華麗羨慕 憲慘傘把再將Karok擊斃 壓述還是開到大絕了 Tin Kredo跟Caps的EV1 媽媽幫我交了出來 風命斬神的利用閃現躲掉 但是看到人都很難開戰 Wiser已經被逼出大絕了 那沒辦法 雅妮對上奧爾拉 其實她的意見 就有點counter奧爾拉的大絕 是 但是前面是Karok被冰住 但前排不夠坦的問題 這波馬上提現出來了 對 你連抗衡視野面 都要先被逼一個閃現的話 那下一波就有點難打了 Mikki直接往前吸 但Tin Kredo這波利用正義高飛 成功地抖掉 閃現魅惑台兩個 Mikki已經要倒了 在補最後一個下的普攻 燃燒了傷害 最後還是讓Din Kredo 成功處決了Mikki 但是往前的Kredo也倒地 Karok選擇硬敗 Tin Kredo閃現上前 但是馬上吃到對方的Q3 之後躲避奇奇斬了下來 這一波是Broken Black 跟Tin Kredo的互換 Zin Kredo還在飛 躲掉一發的火球 躲掉一個火焰烙印 來到了Wizard 最後01逆月是被雅妮用閃現 躲掉但是CAP是到場 TP利用正義的加速 一路追到了 是河道上面 四魂之刃接步屢破壞者 直接破壞掉Din Kredo 印記已經撕開來 CAPS再拿下一顆人頭 CAPS不停地在帶 每波級的Q3就是 失魂之刃上去比Din Kredo的位置 而Ballon已經開動 剩下了8000滴 看一下Kurri 跟Karok 一波再上 鬼靈之波往前 這波是Kurri 先抬起了進場的Mikki Mikki其實已經被對方給打殘了 接連的普攻Tin拿下了Mikki 但CAPS是不會讓Din Kredo到場的 Tin已經交出了咒語暴風 先看看對方來打 賣破戰或數就是硬賣 不過在中路斷到了Tin的回程 華麗謝幕選擇要射 這波還有是直接閃現 任敵千軍滑到臉上的Broken Blade 將Tin給斬下 能不能締造奇蹟了 兩個人回了 Wiser跟Din Kredo 兩個有輸出的人 直接回來 創建合一 關注了CAPS Din Kredo過來又開始補傷害 但是馬上一個封命 才是直接斬出了領域之外 而PNG連巴龍爭奪的機會都沒有 沒錯 但Din Kredo其實現在擴散 是有效果的 Karok過來 有 這波鬼靈之波被擋住 但是剛好全部人在封牆後面 是Wiser關四個的機會 媽媽幫我燒了過去 很長把殘血 但是回頭的Miki 配合的是這一波Broken Blade進場 但是反而Miki先倒地 Wiser終於是撐不住了 CAPS準備要進場 Kurri已經沒血 被最後的YAK給燒死 把這些人回刮 後面的CAPS反而空大了 對 這個大絕如果有中的話 有機會再配合幾招 但是 對 往後 但看到大部隊在下半部露頭的話 Miki選擇直接騎進高地盤 硬吸Titan 把Titan的大絕給吸了出來 傷害很高 交了閃線 想要躲避華麗羨慕的子彈 有了自己的老公過來幫檔 但上路的高地步保 對 欸 找了一個角度 Hands of Mark 居殺掉了Titan 這麼可能啊 你的子彈會轉彎 你老公沒幫你擋嗎 我擋了嗎 蛤 我站在你前面 但你死了啊 他在後面又定住 又開到 躲避琪琪將頂快抖 在雙擊合一當中 但是他最後還在燒 還有一波輔助的保護護盾 治癒的效果 成功讓自己家的小火龍沒有被擊殺 但CAPS也用鋒命斬斬了進來 一波Q3四魂之盾 印記爆開 將歪著擊殺掉 正面Hands of Mark 在定住 狂舞手雷再打 這一波被動炸開 YAK已經RUNPAGE 這一波已經三個人都倒的情況下 TP 好像有點難守喔 這邊君 比賽過來 四個手兩 兩個手四個 CURRY跟Zincredo 抵不住啦 直接被對方Q3閃 跟上 又是一層的奪命氣息轉好 這波壓家兄弟的配合19比9 受傷的SG2 我們恭喜他們 拿下這把比賽的勝利 不公平啊 他子彈會轉彎欸 不是 How 川來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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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